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这个王毅在回国之后的首都出访 去了新加坡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 那当然就是要释放跟中国跟东盟 加强合作的信号 另一头他见了这个新加坡的外长维文 在这里特别谈到了一带一路 要恢复两国直航的航班 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小细节 其实我觉得还蛮温暖 今天也立刻登上了这个各媒体的热搜 当这个外长来了 大陆外长来了维文就要设宴款待 那他去迎接王毅的时候 发现王毅是打着领带 他没有打领带 这段影片有 我们稍后播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打领带当时比较正式 王毅这么正式 然后他在新加坡很热 他没有打领带 所以他立刻去道歉 所以没有打领带 很道歉 你知道这外交官非常重视这个怡荣的 然后你看王毅做了一个动作 我觉得真的是很到位 然后王毅先第一个亲切拥抱之外 王毅就立刻干脆把自己的领带也拿掉 好是不是有照片 大家有照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两国的外长 在新加坡两根都没有领带 当然看起来就是很轻松的感觉 但我觉得王毅这个动作很亮 蛮亮的 就是他不是说人家道歉 道歉 没关系 没关系就走 他是很有温度的将心比心 把自己的领带也拿掉 没关系 我们就一起轻松一下 那个感觉 温馨的感觉 马上就起来了 不愧是一流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外交官 外交家真的是外交家 但是你看看这个王毅 王毅我们刚刚讲 来我们还有最新的消息 对不对 他不只是见了新加坡的外长 来导播最新消息丢一下 那他还见了李显龙 还有这个黄巡才 导播有画面吗 对不对 这个讯息 来他跟李显龙见面的时候 就在这里批评美国纵容台独势力 以美谋独 他跟李显龙见面说 中方的发展是和平力量 是稳定的因素 会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 带来持久的红利跟发展 然后在李显龙的面前 直接批评美国 是维持单极霸权的需要 不愿意看到中方等新兴国家的发展 然后讲到台独 李显龙的面前讲台独 以美谋独 冲撞中方的红线底线 他为什么要在李显龙面前 特别讲这个 还有不只见李显龙 还要见这个接下来这个接班人 第一副总理黄寻才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 委员 他在新加坡讲这个话 其实也在讲给新加坡听的 基本上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 不管是国民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关系都还可以 那新加坡也很谨慎 他王毅也明白告诉新加坡 美国在纵容台独 你可不要尬一脚 新加坡经常讲说 希望台海稳定 有时候新加坡的发言内容 会某种程度稍微偏向 偶尔偏向的民进党当局 不信查查他的发言记录 所以他也等于在提点提点新加坡 走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基本上是有这种态度 那新加坡在这方面很谨慎 非常谨慎 他是偶尔不小心在言论上 稍微跨了一点边 也不会跨越红线 透过新加坡这样的见面 等于是间接的告诉东南亚国家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 那美国如果要在里面散风点火 叫你们搭配他 发表这个宣言 发表那个有的没有 谈到台海问题 最好稍微节约一下 节约能源总是有好处了 因为日本跟韩国已经被美国抠出来 所以经常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私底下在跑去跟中国大陆讲说 那不是我的意思 那是美国要我这么讲 我得照讲的 这个在东南亚国家 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希望有发生 像日本韩国这种情形 所以干脆直接了当的 打开天窗说亮话 亮在桌子上 那个委员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对你怎么看待王毅的这个举动 他真的是一个你讲的老练的外交高手 他已经不是外交家 外交高手 对啊 才会有这种表现 而且很自然 很自然 一点都不做作 然后气氛整个就有没有 气氛整个就升级了 而且更厉害了 马上攻占所有东南亚的媒体 超厉害了 对啊 那这个是表示说 中国大陆对待东南亚是平等的 是朋友的 如果你说拜登他会这样做吗 布林肯会这样做吗 不会 因为美国习惯上是居高临下 他老是用老大的对待别人 当老妖这种态度 那中国就是很客气 不会给你不方便 我们大家都平等的好朋友 可以什么事好商量 我把我的立场直接了当告诉你 就麻烦你帮忙 大概这个态度 那美国不是直接下令啊 对 我叫你到美国来 然后拜登就讲的话 就转头就走了 其实这个现场可能有点意外 因为大家知道像这种高级的 这种外交场合 服装很重要 通常双方的工作人员会对接好 对不对 比方说穿正装 或者穿工作服 或者穿便装等等 所以这个中间的对接 可能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才会出现 人家的外长 竟然这个没打领带 但是王毅打领带 我觉得可能在对接上没有对接好 所以确实是有点尴尬 所以新加坡的外长立刻道歉嘛 但是王毅的这个动作 就完全化解了现场的尴尬 完全一秒化解 而且我觉得会让这个主人很舒服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而且你那镜头上没有看到 有人在王毅旁边摇耳朵啊 有没有幕僚帮他摇耳朵啊 没有啊 对啊 我们台湾这几个总统候选 水准就差多了 很多事情犯错 还要旁边摇耳朵啊 对不好 嗯 好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是王毅啊 真的是一流的这个外交高手 那立头我让委员来谈一下啊 这个 这个拜登啊 拜登最近很特别 我们看到他很多 他是年纪大了 很多地方他都不想去 对不对 他过去放了好多鸽子 你看到5月17号 他到这个日本广道参加G7 本来22号要访问八牛 都已经说好了 然后又要去澳洲参加四方安全会议 后来说是美债的问题 他就全部取消 人家巴纽跟澳洲的行程 全部取消 二十一国的领导人都在等他 后来派了布林肯去 还记不记得2022年的时候 IPAC他也取消了 理由是什么呢 要参加孙女的婚礼 对不对 但他最近说他要去越南 他去越南 这个事情大家有点懵你知道吗 他单独越南要跑一趟 然后所以记者跑去问白宫 白宫说没有消息 所以但是他亲口讲的 然后你看到 然后这个地方他又不去路透社的独家 说他9月上旬要到印度去参加G20 顺道访问越南的亚洲行 然后又会略过4号到7号 在印尼的东协峰会 你知道吗 人家这个 人家这个还特别为他 这个东协峰会是特别为他 放在这个时间点 否则以前都比较晚嘛 11月 是特别帮拜登想到 你参加完G20可以顺便过来 结果他现在要把它取消 他不去 他不去东协峰会 他要单独去越南 这什么意思啊 好 不管怎么样 王毅很勤劳 王毅先去了 还有拜登讲的这句话 竞选活动的时候 他把中国大陆臭骂一顿 定时炸弹 当坏人出状况 就会做坏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